來 接下來我們來請教一下 周映君老師 今年的下半年十二生肖 該注意身體哪方面的問題呢 應該講是五行的屬性 為什麼八字 在那個生肖裡面會跟那個 生病這個疾病會扯上關係 你知道嗎 中醫他都用 五行在看的 那個中醫都是五行在看 因為五行可以斷出一個人的疾病 那中醫跟那個命理的結合 其實就是在五行方面 那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就是猴跟老鼠跟龍 這個叫生子成的就是猴鼠龍 它是會化水的 它化水 那因為今年大家都知道 葵卯年嘛 幾百年幾水 天干是水 那地支是數 地基就像木 那它還有一個叫做納茵 納茵的話它就是屬金的 那你要看今年它是什麼東西 來剋你這個生肖 那你會說這個跟我就沒有關係 為什麼剋到 它其實是因為同一期的東西 它會化 那當然這個有一邊 比較專業一點點 但是你要記得就是 你就是屬猴子的 屬老鼠的 屬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化水 那因為我們現在講 天干是幾毛嘛 今天葵卯年 葵水 那再來今年的 我們講葵卯的納茵是屬金 金又來生水 因為水太多 因為我們講水它是屬木 就是白酒 那因為它水太多 太多的話它會洩氣 會一直洩你的 所以說一直流油 一直流油 眼睛也會不好 所以你要注意眼睛容易疲勞 看不清楚 有時候你可能四十歲 你覺得老花是七十歲 六十歲的事情不是 有時候現在四十歲都在老花了 三十幾歲我跟你講 它也在老花了 去的時候說你老花指數 就是你那個 老花指數已經開始 差不多屬於三 屬於二 這個狀態就對了 所以眼乾眼 乾眼也很嚴重 眼睛過敏 一直流油 其實就是你感覺好像看不到 但是你就覺得好像很癢很癢 所以眼睛過敏的問題 也要注意 再來就是睫毛倒叉 對 睫毛有時候 像那個睫毛倒叉 單眼皮嗎 單眼皮比較會吧 不一定 雙眼皮 如果說你的雙眼皮 但是你的內霜 那你的上睫毛 下睫毛 它會這樣子擦在一起 它不是倒叉 不是前部 它就是眼尾的地方 對 倒叉就會叉 叉就一直流油 對 這個就是要注意 就是因為水太多 會容易造成這些情況 所以說如果說 太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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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冷 注意一下 今年眼睛方面要特別特別小心 要去注意它 眼睛不要用太嚴重 3C不要看太多 這樣子就沒有問題 讓我們看看 屬蛇 屬雞 屬牛的 因為它其實是 因為它們是化金 因為我們今年的那個 地支 不是我們這幾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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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注意 骨骼方面 因為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 我就是啊 對啊 滑倒啦 我們通常我在這裡 我的設定是 老人 乙紅 滑倒 我們都不會說年輕人 翼王跌倒 但是有很多年輕人 騎乘機 不小心 撞到 它就可能會傷到骨骼 傷到骨頭方面 再來就是關節的問題 也是在骨頭裡面 關節你就走路 爬著 老腿就哭哭痛 這個都問題 你可能就 那個是老年人的事 現在年輕人有 只是年輕人不講 有時候他們一來 我現在去骨頭走 我去運動 回來 冷水就沖下去 這樣子都不行 這要注意 就是這些方面 都一定要好好的保養 再來就是 屬虎的 屬馬的 屬狗的 它們其實是屬火 這要引武器 就是受火 那火呢 因為今年 我剛剛講 納因是屬金 金會來跟火是相剋的 所以要很多東西要注意 那心血管我們都知道 心血管就是動脈硬化 心肌炎這些東西 因為心的東西就是怎麼樣 有時候比較快 所以這個 就這個疾病比較不會痛 但是你還是可以 一樣可以保養 所以要注意 那如果有常常在心痛 心肌這個地方 你要注意一下 還有心血管要注意的 就是腦中風 中風的問題都要注意 中風現在也是把年齡 都往下降了 都30幾歲 40頭歲就開始 中風的問題 所以這個都要注意 如果有你發現 你胸懵 胸痛 這些問題的時候 還是一定要找醫生 注意一下 那再來就是 豬 豬 兔 羊 因為豬 兔 羊 它是屬木的 它就會化木 木來講的話 因為也是一樣 跟納茵的金絲相剋的 所以你要注意的就是 因為那個 木的就是那個 應該講腸胃膽 所以注意腸胃方面的問題 胃痛啦 你以為說 因為我這一陣子比較忙 比較壓力比較大 就會胃痛 所以如果有胃痛 你就要注意了 胃酸過多 或是說什麼 胃食道逆流 這些都是 還有就是脹痛 有時候常常 胖子常常都 肚子常常這樣 醬醬 醬醬 吃東西不消化 這個都要注意 還有便秘 便秘也是一個問題 還有腺腹腺也是一個問題 有時候就是便秘 有時候就常常在流晒 這個都要注意 就是屬於 消化不良方面的問題 所以說腸方面的問題 比較多要注意一下 講到說 我們要注意我們的小疾病 我們的退化 老化 盛美 說你覺得 我們隨著年紀增長 眼睛越來越多問題 這樣幾支 沒有 五支 要保養 真的嗎 對啦 因為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老化是第一個 對 其實我很多很多年前開始 那個保養品後面 不是有說明嗎 對 我都看不見 保養品 最要求就是保養品 為什麼字要那麼小 真的 你不遮成人 你以為我們是誰 真的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 就手機拿來 把它拍一張 真的 然後再把它放大 放大 放大 保養品真的對 老年人很不友善 對 你知道嗎 老花在生活上 真的很不方便 包括 要求我 我覺得我們的節目非常好 腳本字都很大 你知道製作單位的 小朋友們都二十幾歲 好貼心 然後來賓都六十幾歲 沒有 誰 我啦 四十歲而已 你知道這一排的來賓 都看不見腳本 所以每次發腳本的時候 來賓都說我自己印好了 因為你跟螞蟻一樣 誰看得到 然後再來 有的時候我們要根據 那個電視上面的 螢幕的影片講 有的時候都瞎講 你看看嗎 盲獎 那除了老花之外 白內障 你有嗎 我覺得好嚴重 因為白內障是這樣 我做過兩次檢查 白內障是一到十 如果你已經到十了 那就已經很熟了 你一定要趕快開 那我一開始去做檢查的時候 大概是三 但我最近去做檢查 已經是五 你知道五是什麼概念嗎 你們不了解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我看 老師是有一層沙 自己加 對 就對了 就是毛玻璃你知道嗎 那個毛毛的玻璃這樣 我看到你們都這樣 它就是那個水丁洗混濁了 對 水丁洗混濁 一陣的是五 對 這老了 年紀大就是這樣 可是五還不用開吧 五應該還不用開 可是我不能一直撐到十 所以醫生就說 眼睛的保養真的很重要 如果撐到十 可能開的時候更危險 我們年紀是還不到 就是說小亮哥哥 已經有擺內障了 也是 我跟你講 我老公 其實很多年前 他一直都有擺內障 因為我老公大我十三歲 所以他都走在我的前面 你知道嗎 我看他就是要看到我的未來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要照顧好 你知道嗎 我要把我的未來顧好 這很重要 那其實 給他吃藥 給他食補 用他來試看什麼比較好 但是我問 我們問 你問一下 亮哥幾歲 我老公六十五了 對 但是你知道嗎 也算年輕 可是我老公年輕的時候 眼睛真好 他是有遠視的人 我們後來才知道 他以前再遠都看得見 後來因為他有老花 所以才會娶到你 對 所以原來就看到 看了遠到三年後的你 真的 那今天這個節目真好 我真喜歡 結果呢 結果 我老公就是因為年輕的時候 眼睛太好 所以他老花就很嚴重 然後他更嚴重的是 他現在有白內障 可是你知道嗎 我一直叫他去開 他怎麼不去開 但是醫生現在就跟他講說 因為你保養得太好了 有一個問題 他現在兩邊的眼睛的視差 就是有一邊很好 他現在如果 因為白內障一次只能開一邊 對 一次開一隻眼睛 對 他現在就變成說 你兩邊的視差 如果一次開一邊的話 他兩邊就會很不平衡 好像是這樣 所以他現在要再等 他等另外那一眼 對 另外一眼差不多的時候再開 要等他眼熟 淑慧老師終於講話了 是喔 對 很麻煩 年紀大好多事情要注意 對喔 來這邊問一下淑慧營養師 是 年紀大了要注意哪些眼睛的問題 其實不是只有年紀大 你知道現在大家使用三星產品 很多年輕人是眼睛早早就有問題 對 所以我們還是會建議日常生活飲食上面 的確是要照顧 而且要及早的照顧 幾個營養素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是葉黃素玉米黃素 主要是他幫你擋掉綠光 對我們的黃斑部的傷害 多攝取一些黃色紅色的蔬菜 像南瓜 甜玉米 柳橙這一類都OK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視網膜底部事實上是很多 很多小的血管 在供應營養給你的眼睛 所以很重要就是要讓你視網膜底部的 血液循環是好的 那你要讓你的血液循環好 有兩個關鍵 一個就是你的我們講的 Omega 3脂肪酸 這個脂肪酸是它可以透過 我們的大腦屏障 因為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經過 我們的大腦進去 所以Omega 3脂肪酸裡面的DHA 進得去 進去裡面它才能夠維持 你眼睛底部的血管循環會好 所以這個部分Omega 3脂肪酸裡面 就必須要多攝取 像魚油 深海魚堅果 這一類都是很不錯的食物 有吃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維生素A跟C 這兩個關係是到 我們的眼睛的感光細胞 東西看得清不清楚 跟你的感光細胞的靈敏度 好不好有關係 那維生素A跟維生素C 都是關係到我們的所謂的柿子 就感光細胞裡面有一個蛋白質 叫做柿子 這個合成的夠 你才看得清楚 合成不夠就會像夜盲症 就是光線一按 我就看不清楚 所以有些人不是燈一關 有些人還看得到桌子椅子在哪 有些人燈一關就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你的維生素A跟C 你就平常日常生活裡面要補充 維生素A就像蛋黃 胡蘿蔔 番茄 甜菜 對 菠菜都有 新的話就是海鮮類 海鮮類 蚵仔 蛤蟆 貝殼這一類 新 對 新的含量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眼球 因為我們老師說 你是用眼睛 看著那個山西產品 眼球是一直在用力 你知道嗎 所以事實上你要讓你的眼球肌 得到適當的放鬆 跟提供足夠的血液循環 你要讓你的眼睛 能夠得到適當的休息的時候 還有一個營養素 叫做蝦紅素 蝦紅素也跟我們的眼睛 蝦紅素 對 蝦紅素 那字面看你就可以知道吧 吃蝦 對 蝦啦 螃蟹啦 對 有道理 這裡面就會有蝦紅素 所以提醒大家 日常生活裡面 其實你會發覺我提到這些食物裡面 都有很大的特性 不是紅色 就是黃色 就是深綠色 對 有蝦 顏色 對 所以你知道 朝這個顏色的食物 蔬菜 水果 海鮮類 多攝取 其實對眼睛都是有幫助的 是 每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